白胡子的老婆终于确定了 是一位实力强悍的美女科学家 前七五海维布尔也不是她的儿子 顶上战争过后 七五海中新增了一位成员 她叫爱德华维布尔 自称是白胡子的儿子 对此大将黄元也表示出了怀疑 同时她也承认了 维布尔的确有年轻白胡子的实力 在维布尔身边还有一个老太婆 她叫密斯巴金 自称是维布尔的妈妈 从小就跟着白胡子的马尔科也说了 在大概40年前 白胡子和密斯巴金 的确在同一条船上待过 从时间上推算 应该就是洛克斯海贼团 同时马尔科还强调了 男人和女人之间那些事情 她也不好做过多的评价 好像是在认可密斯巴金 和白胡子有男女之情 千万不要觉得密斯巴金又老又丑 配不上年轻时期的白胡子 在海贼王漫画《1027话》中 黄加贝克说了 CP0的史翠西是一位克隆人 其因来自洛克斯海贼团的成员 密斯巴金 很难想象年轻的密斯巴金 会如此漂亮 白胡子与她生孩子 也算合情合理 史翠西对弹头岛的设施非常了解 不能看出她也是一位科技达人 从此可以确定一点 在科学团队MADS中的那位美女 应该就是密斯巴金 史翠西通过她的基因记忆 获得了科学知识 如果密斯巴金是一位科学家 威博尔是不是白胡子的儿子 也就确定了 威博尔出场的时候 身上有很明显的缝合伤口 当时就有海米推断 威博尔是一位改造人 现在来看 这个推断非常准确 威博尔不是白胡子的儿子 而是密斯巴金 利用科学技能创造出来的人 他利用威博尔的强大实力 去抢夺自己老公 白胡子的遗产